我认为媒体应该公正的宣传 但是很可惜在香港很多媒体 他们局部性的放了一些内容 来误导了我认为是误导了一些年轻人 我们作为一个女性或者作为一个母亲 我们想我们就是怎么样发挥我们的力量 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跟孩子们也讲一句 请一请想一想国泰民安 家和万事兴 这是最重要的 我印发动很多我的朋友要去做守护几手 香港的朋友还有我内地很多教育界的朋友 我都邀请他们做给我护几手 年轻人我首先要告诉 希望说一句 你要承认你是中国人 这个最重要的 这个很严肃的 我们香港是祖国的一部分 大湾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他们可以去大湾区的其他城市去看一看 哪些地方的发展的情况 我们说那个度万转树不如走万里路 我也希望青年人不要只是在光在香港走 在香港走这些不合作运动 我希望他们走出香港看看节力的发展 我们要救香港 因为救香港就是救自治 我们香港 我们大部分的人现在也是非常坚持的反对暴力 也坚持的支持我们政府 支持我们的特首 支持我们的警察 其实这样子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原则 就是支持我们一国两制 我们的一国两制 就是我们香港持续发展 持续繁荣稳定的 一个很重要的计设